英文学习指南 这个 一百个连接字 你认识多少 这带点趣味性 但是也非常实用 英文有些连接字 连接字 连接字 复合字 不管叫什么都一样 反正差不多 当然细微有一些变化 我们就鼓起来就差不多了 有人叫复合字比较多 我们就叫连接字好了 那什么叫连接字呢 你看中间 它是一个单字 可是一个单字里面 它又有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一般差不多四个字最多了 一般就是两个 比较多复合字 或连接字 那你说 到底这个一个字 算两个字 还算一个字 应该它有两个字 这个有三个字 没有它只算一个字 就是用hyphen 英文标点符号里面 短的横杠 又长的 所以英文标点符号 这个比中文 比较复杂 看起来差不多 但它比较复杂 它有一些文法上的意义 有机会 其实以前都 尤其在长剧破解篇里面 讲的比较多 所以这一集要分成 讲一百个句子 分成五个部分 一起讲二十个 这些都是带领区微信 看这次全部都是 带这个横杠的 总之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在我资料库里面也大概有 可能差不多两千个吧 也不少了 但有些字比较常用 有些字不见得常用 不一定 所以这个外国人 外国人他这个也不太会用 就是要到那个什么 文字工作址 外国这个写剧作家的 写小说的 文字工作址 他对文字要求比较高 他们这种字 他们比较认识多一点 所以这种字 老外 一般的老外 他也知道的也不多 因为我是研究英文 我不是在学英文 所以我这个资料库里面 东西很多 很多老外的搞不清楚了 所以英文方方面面的 所以我们学英文 或研究英文 可以比老外的 我们很难比他讲的快 很难 除非我真的到美国 去住三个月多久 不然的话 就是很难讲的比他快 或者甚至比他标准 都比他难 可是我们程度可以比他好 这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跟外国一些交谈 交朋友 写信 他们说 你的程度比老外 比我们美国人都好 一般 比一般的都好 他知道 他看得出来 但他 因为你讲的快 讲的标准 他觉得这没什么 美国人哪一个 讲的不快 讲的不标准 这是基本的 可是程度不是 很多小孩子七八岁 讲的很快 很流利 很标准 他认识没有多少单词 他没有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就是看英文 我是比较重视程度 当然你说 讲的标准什么东西 也可以去练习 那当然那个要环境 没有那个环境 就差点 有环境就很快 那是环境的问题 我们一起讲 二十个这种连接词 那这个字的意思中文 都会都写出来 但是句子意思都不写 为什么不写呢 也可以写出来 我就把它写一写 很快就写完了 我资料库里面没有 本身就没有中文 那为什么我不写呢 就是 你也不要太舒服 就你知道什么意思 句子 我会念 也许也会解释一下吧 那最重要就是 你知道这个复合字的意思 知道了 那这句子通常都不太难 那你自己一般程度的 大概也看得懂 那如果说你真的看不懂 一样 就是留言说 第三题的意思 我算知道这个复合字的意思 这连接字的意思 可是它这个句子 我还是不太了解 没关系 你写过来 我会把那个中文写给你 增加互动 我们看第一个 Epson-minded Epson-minded 不专心的 那为什么这复合字 复合字都有意思 都有逻辑上的意思 因为它的一个字 不足以表达 或者是有时候刚好 就取两个字 Minded就是专心的 Mind本来是心 这个思考 Epson就不在 Epson from school 就是没有去上学 就是心啊 不在 心翘 翘班了 心不在了 就不专心的 Epson-minded He was absent-minded and so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what was happening around him 像这种句子 都比较简单 我就不翻译了 在嘴巴上 随便讲一下翻译 很快 几秒钟讲完了 就故意不讲 让你也可以 也可以自己 练习 自己练习一下 自己去翻译一下 这意思不难了 真的不知道 在留言 He was absent-minded and so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what was happening around him 这across mind 三个字 变成一个复合字 一个连接词 across board 全面的 board 意思很多 很复杂 意思多译 也可以董事会 也可以木板 也可以船上 across 我们比如说 它是一个船上 或一个董事会 across就是横跨它 横跨这个船 甲板上 横跨这个董事会 横跨什么东西 那就全面的 全面全部都包括了 across board their company gave us and across the board salary increase a three percent their company gave us and across the board salary increase a three percent 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念那个英文句子 或者看英文句子 我们要连在一起 断句 不要断错 比如说这边 across board salary increase 这个 salary跟increase 念在一起 不要念across board salary increase 三 percent 人家都知道 你的这句话 一直不太了解 所以有时候长一点 有的时候 但是还是要尽量接起来 across board salary increase salary increase 要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在念英文 讲英文 看英文的时候 这些 就是要根据它的意思 还有文法 就是要把它连在 因为句子它中间 它就不会再断句 当然有的时候 我有斗句 用什么 有断句 一般就没有 那没有说 那就是 你对这个句子了解 那断句 就会断得 正确 断句 就是哪里 停一下 就是 像这边 our company 可以停一下 givers 可以停一下 and across the board salary increase 可以停一下 of 3% 这样子就比较好 你不要念 our company gave us an across the board salary increase of 3% 那就是 不知道在念什么东西 老外说 哇 你这个 你是念出来 可是你意思可能不了解 alab 即兴 它也可以当 动词也可以当副手 我们这边词兴也没有写 当然什么什么的 就是形容词 就是它的 它的 这些句子中文意思 还有它的这个词形 你可以自己去看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再留言 我再告诉你 He had left a beautiful song He had left a beautiful song on embracing embrace 本来是拥抱 把一个抱起来 on embracing 全部抱起来 就变成概括一切的 所以在复合字 还有英文很多成语 谚语 它本来是字面上是一个意思 然后可以引申 所以这个所有的语言 日文德文法文都一样 中文也是一样 很多字呢 或词 本来是什么意思 到后来就会引申 但是常常会有引申的意思 你就不能从字面上的意思去解释 He made an all-embracing denial of all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He made an all-embracing denial of all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All out 有些是不太 不太好 把这个 它的这个逻辑性 观念性讲出来 它全面的 out 它这个意思 又是 接续词又是副词 还有 甚至也可以当动词 这个很多词性 所以很多词 都很复杂 就全面的 那out 为什么变全面的 或者是 尽全力的 out 就是 没有了 用完了 所有的东西都用完了 所有的精力全部都用完了 全面的 尽全力的 这个意思 They are preparing an all-out shot against enemy They are preparing an all-out shot against enemy I'm twisting 就是 把这个 手背挤压起来 twist twist也可以当龙泉风 就施压 逼迫 施加压力 It took a lot of untwisting But they finally agree to call off the strike It took a lot of untwisting But they finally agree to call off the strike Bad size就是咬 size就是大小 就是咬一口的大小 我们就是一口啊 这样 我们卖成一口水饺 吃一口 这个意思 This pieces of chocolate are bite-sized and quite delicious This pieces of chocolate are bite-sized and quite delicious Bone dry 像骨头一样的 那么干啊 就非常干燥 骨头水分很少 所以把它营生成非常干燥 你不要说骨头很干啊 这个人家听不懂啊 非常干燥 Other plants died because the ground was bone dry Other plants died because the ground was bone dry Battle feed 就是用奶瓶来喂啊 这个瓶子啊 或者奶瓶啊 用奶瓶去喂 不是用母乳 Unfortunately Many young mothers nowadays prefer to bottle feed their babies Unfortunately Many young mothers nowadays prefer to bottle feed their babies Bread and butter 本来是面包啊 跟奶油啊 什么意思 日常生活一定要吃到外国人嘛 就生气啊 就是每天要吃 吃的东西就生活啊 生气啊 生活需要的东西 钱啊 家济生气 The worker talked about bread and butter issues such as wage increase benefits and so on The worker talked about bread and butter issues such as wage increase benefits and so on Broke down Broke就是本来是破掉啊 也可以当坏掉 它除了是破掉 可以坏掉 down 就是这个就很难解释啊 叫故障的啊 Broke down 故障的坏掉了 The two men push a broken down car The two men push a broken down car Bumper to bumper啊 涌起的啊 就是bumper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就涌起的意思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made all of them late for school this morning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made all of them late for school this morning Clean cut 这Clean是干净的 干净的 Clean cut 好像剪得很干净的样子啊 就是 就引申出来的意思 要很干净 清洁整齐的 Tom is a clean cut Taiwanese boy Tom is a clean cut Taiwanese boy Clarke and Dagger 这是间谍的啊 这我就不去解释 不然每个的解释也很累啊 都有它的起源啊 所以你只有兴趣为什么Clarke and Dagger 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万一你真的查不出来 你在留言问我 在告诉你为什么Clarke and Dagger是间谍的意思 He likes to readClarke and Dagger stories He likes to readClarke and Dagger stories 这个read啊 我们原型是念read啊 可是通常呢 一般的句子念read 到这边是因为在不定词to后面 原型动词所以要念read 可是大部分是用过去词 它就念read 它的词都是同样reed 可是一般是过去词是念read close crab 短头发的 crab本来就是把那个原来的意思啊 就是把草啊上面啊像羊啊什么吃草 把上面吃掉啊 从上面往下吃 那就把隐身成close 就非常紧密的把上面弄掉 就是后来隐身成短头发的 He has a close crab hair He has a close crab hair cute head 头啊很冷的啊 那这个中文就比较好了解 冷静的 头很冷 头很 头不热 所以英文里面啊 头一热 我们中文也是这样 这个头一勺 头一啊 脑袋一发热啊 就冲动 He is always good headed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He is always good headed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Cost effective Cost就是成本 就像Costco 就像那个 好诗多 还是成本 成本的 Cost company Costco Cost company 或者Cost cooperator 就是成本有效率的啊 所以 为什么 Costco可以卖得很便宜 因为它大量 大量进购 大量采购 所以它可以卖得很便宜 有成本效率的 We should make our facilities cost effective We should make our facilities cost effective Cost examination 就反复的去 Examination 也可以是考试啊 一般是考试 也可以是去 去问人家 Examination 所以一字多一啊 就反复的 Cost就是 来来回回的 Cost本来是越过对方的意思 来来回回 就是严密的盘问 He was subjected to repeated cross-examination by the police He was subjected to repeated cross-examination by the police Cat and dry 这个就不好解释 就不花时间解释 不按照解释很久 Cat and dry 大肆底定的啊 大概已经确定了 At a moment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seems to be cut and dried At a moment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seems to be cut and dried 所以这些复合字啊 连接字啊 连接字啊 它也是一种英文那个 程度的一种表现 因为一般那个华人啊 都没有在记这个复合字啊 连接字 可这种字你有时候你用出来 你这种字认识一些 用出来的话 会吓死老外 因为你这种字一用出来啊 这种连接字啊 有时候你用出来 就证明老外一看就知道 这个英文啊 程度不会差 日拖就是我们现在有日拖啊 白天啊 daycare就是 把那个婴儿啊 这个小baby啊 父母都上班了 送到这个民间啊 或者政府的啊 就是托儿所啊 给他们照顾 she takes a charge to the daycare center each morning she takes a charge to the daycare center 啊 each morning 啊 这一级叫二十公 我总共列出 一百个 一百个够多了 不然弄两千个太多了 当然受不了啊 弄一百个啊 这一级叫二十个 分五级吧 这个 让大家认识一下 哦 英文还有这些 复合字啊 连接字啊 中间加一个hyphen 短的hyphen啊 加一个横杠啊 它是一个字啊 但它是有两个字 三个字 甚至四个单字组合起来的啊 这种字啊 比较特殊 带点趣味性 但是也蛮实用的啊 但我们一般 不太熟悉这种啊 这第一部分讲这里